早晨,歡迎來到HKDOTO.com 我是阿榮,今天我們要做的示範就是在AI畫一部iPhone 準備好了嗎?開定你的AI 開了你的AI之後,在開了Document之前 我們就有些東西要設定的 首先去Cmd-K,或者Ctrl-K 叫你的Preferences Panel出來 接著就要去 讀這個Journal這裡,滾進去之後 入Appearance of Black 首先就要確保兩個都 寫著 我們要All Black Accurately 顯示準確黑色 不要要另外一個 我們不要Ritch Back OK,開定那個file 今天做的file是1024x1024px 開了新Document之後,我們就來了 首先第一步就按M鍵 我們要個四方形工具 在中間開動一下 我們要一個411 x 212 x 822 我是用這個比例,你喜歡可以用其他比例 放到她中間 然後我們去Filter Styreize 是 vaisreath and control 要65 pixel的循環 而 supportive and stroke 之前我 Select bounceiyen push 28 um 钫儿 Mainасть 47 principio 1.6 少数点你不用理 接着向上进发再上畫一层 下一步選擇我們的Object 去到Appearance Panel 有跟開我的Tutorial都很熟 去Fill這裡 Uplication Fill 接著我們就選擇這個 轉到Swap 選擇這個十字鍵 Registration Registration 即是四色黑 你可以轉到CMIK 看看 即是四色黑 通常各線會用 Fill這格 去到FX 接著就是去Offset Path 我們要負6點 應該先看看 再看看 OK 負6點 OK 那我們就 跟手就把最頂的這個Path Gilby騎一次 捉這個三角形 轉它為白色 接著去Fx Path Offset Path 那就負8 應該是 要進一點 可能負9都可以 接著選擇這條Path 記得 去下面Fx Bur Glassian Bur 2點 這樣 我們就做了這條 highlight邊出來 OK 現在Overall看看 接著我們就 再 duplicate 一層Fill 把Offset Path 再縮多一點 再縮多一點 就負9點 至10點 應該要10點 OK 我們轉隻顏色 讓自己容易看一點 先 我忘記試這個Object 啊 用Appearance Panel 就很容易犯錯誤的 你多一次 OK 刁拔幾層 我們先關掉 這個Glassian Bur 如果你跟我一樣 這部機能收到很慢 就可以關掉 這個Glassian Bur 去這個Offset Path 把它負10個Pixel OK 我們轉一轉 顏色看看 來看看 我們進去 就要確保 跟這條2點的Pixel 要縮一點 可能要再縮一點 縮一點 縮12點 OK 那它進了一點 那我們開回這個Glassian Bur 的時候 那這邊才不會回到它 12點 可能太多 11點5 OK 接著呢 選擇這層新的Fill 我們 加個Gradient 進去 我先把Gradient 黑色這一邊 我們先去CMYK 黑色這一邊 就這樣 黑色 另外這一邊 去CMYK 我們就要設 灰藍色 少少藍色 開到Gradient Editor 將它由這邊 斜過來 我調轉了 這邊斜過來 這邊 我們就做了個Gradient 出來 去回Appearance Panel 在這一層裏面 去Fx 跟著就要去Styleize Inner Glow 我們就Multipy Multipy Multipy 選擇去Color Picker 選擇去左下角 或者右下角 按OK 我們先看 好 那Pixel Burl 可以多些 10 Burl 濃一點 這裡就轉淡一點 50 好 差不多了 這樣 我們就做了一個 稍微凹下去的效果 可能可以淺一點 Inner Glow 30% Burl 就20 Burl 不如轉做 看會不會好些 這些位置就Smooth 對了 我們要的就大約是這個效果 哪個位置就再暗些 因為iPhone 看上去 其實它的表面就有一層玻璃 所以它裡面就應該會有 Inner Glow 跟著就做中間那一部分了 按個M 鍵 叫個四方形工具出來 按一下 我們要做一個365x450px 按一下 按一下 Fusic 容物體的顏色 先 看看 試完幅比例可以再長一點 沒錯 因為我發現原來我打錯Pixel 那不是450 是540 按一下 放在中間這個位置 Zoom 完去 先 我們加個Round Corner 去Effect Styleize Round Corner 大約是2個Pixel Zoom 看看 2個Pixel 可能太少了 我去Appearance Panel Edit 可能要4個Pixel 差不多了 跟著就 Copy Paste Cmd F Paste在前面 Exactly 同樣的位置 跟著就要去 Object Path Obset Path 就 負兩個Pixel 我按了一下 不好意思 負兩個Pixel Obset Path OK 那外面這層可以丟掉 那有一層 拔走它的Round Corner 那這一層 就是我們正中間的Screen 那這個呢 就是Screen 那個 邊 那我現在就要Adit 這個Gradient 它的Gradient Angle 我們打90度 跟著 右手邊這隻色 就是一隻CMYKC 我們要一隻全黑色 四色黑 那左手邊 我們要一隻 70 左右的全黑 調轉了這隻色 我們先移動 我們先移動 我們可以按這個按鈕 我們可以按這個按鈕 Gradient 那中間這個Screen 我們先做一隻全黑色 比較容易看 那這條邊呢 就做了一個簡單的漸變下去 跟著就是下一步 我們就做一個Highlight OK 我們首先要做一個Highlight 或者一個新的四方形 那就是這個 讓我想想一下 應該是361 對不起 我們選一下後面這個 我們要做這個一樣的Size 411乘以822 按一下 411乘以822 給回個Round Corner Round Corner 一樣是65px 那跟最外面的Size 一樣 跟著我們就要給它 Offset Path Offset Path Full Path U看看 對了 踩住這條邊 把它縮到它 跟踩住那條白色邊 就對了 跟著就去Edit Sorry Object 下面 Expand Appearance 把它爆回到這個Size 我們給它一隻黑色 顏色 隨便一隻色 我們可以看到 然後我們就要用Pen Mode 畫我們的Highlight 出來 畫出界都不要緊要的 畫了這樣的形狀 試我們的Gradient 把頭尾都變成純白色 純白色 然後把一邊的Opacity 減到0 另一邊也減一點 50左右 按個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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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個Gradient Edit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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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soling 然後現在在戶錫一個 我們直接選擇這兩個 我們按Cmd Shift 請按按Md Shift 如果你的Window Secret 就按Md Shift 按K Natomiast 好了,我們就加了一個 Highlight 進去 我們可以用 A 鍵,去調整一下我們的 Highlight 再低一點 或者是 Gradient,我們可以再淡一點 我們就做完那個 Highlight 了 最後我們就做了一個陶瓷,還有上面那兩部分就完成了 在畫個陶瓷之前,我們就有些東西要轉的 因為我們就發覺有些設定的問題 現在看來整個陶瓷太淺色了 這些位置應該是深色一點的 我們要選擇一下,選擇我們底層 去Field 最低的這層黑色 我們一隻四色黑,即是上面那一隻 上面那一隻,我們要選擇一下 Gradient 這隻應該是四色黑的 Gradient 他不斷叫我調校 Gradient 所以就關掉這個 Glass Underground 因為我們做 Appearance Panel 就有時候都很麻煩 就是每一次你做任何的改變 他都會叫你 叫你來多 叫他 那個 AI 多做一次所有的效果 那就 現在這個位置白 這個可以看到 可以淡多一點 這邊不用做100 可以做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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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這個位置看到一點 下面就黑了一點 OK,我們可以真的做個陶瓷了 選擇了這些東西,先鎖掉它 ZOOM在下面,我們按個L鍵 開個Elipse Tools出來 按一下,80px x 80px 然後Field 正中間 放回正確的位置 然後呢 如果你們還沒有Stroke 就加一個Stroke Stroke 我們要20px 去Stroke option 1.6px 都不行 我們0.25px 一條很幼很幼的線 選擇這個圓圈 去Appearance Panel 將這一層Field 複製一次 之後呢 再加上下面這層Field 後面這層Field 之後呢,我們去Switches 我們要一隻四色黑 上面這一隻呢 我們就要一隻Gradient 我們先選一隻Gradient 淺色在左邊 深色在右邊 淺色呢 就大約是50 50 50 右手邊呢 右手邊呢 就是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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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是黑力 那個Angle 要轉回來 這樣就對了 左邊去右邊 去Appearance Panel 選擇這一層Fx Path Offset Path 我們要負... sorry 負一個Point PV一下 換一Point 就對了 這樣就有一條小額邊 外面有一條線 這樣就做了這個效果 跟著我們就做了 正間的正方形 那就滑 去M 鍵裡 一個四方形的工具 在中間按住Option 或者是Autonic 按下Shift 鍵 拉一個 大約是40Point左右 在上面打回數字 40x40 OK 那就是40x40 那去Color這裡 Fill沒有的 Stroke也是20 不過就要3Point 差不多了 sorry Effect Stylize 給它一個Round Corner 可以PV一下 我們要一個5Point的Round Corner 6Point 我想8Point左右 6個就差不多了 它是一個 低一點的Round Corner 可能可以再縮小一點點 那看上去就順眼一點 好了 那我們就真的可以做上面那一部分了 首先做Zoom去上面 跟著我們也是用圓圈開始了 按一下 我們要做一個20xx20x的圓圈 Zoom去一點點 我們先鎖好後面的圈 喔 鎖好 那這個圈我們暫時什麼都不需要理它 跟著呢 我們用Pen Tools 這樣 我就開了Smart Guide 那看到我們Snap 就開了Snap 那大約 我們現在呢 首先是要 畫個反光位出來 畫出界都不要緊了 這樣 一個 好 對回中心 我們要Fill Gradient 那Gradient呢 頭尾都是白色 中間加多一點點 我把頭尾的Opacity 調到0 中間的Opacity 就按到 約60%左右 好 按個G鍵 叫Gradient Editor 這樣就 Edit到那個中心點 剛剛插在這裡中間 因為可以了 跟著就 Filter Burr Glassian Blur 5匹應該夠了 差不多了 好 選這個 按個R 按 把中心點 Snap 到這裡 按住Option 小鈴鐺 Judas ēc 這幾個顏色,我們轉回CMYK 我們就要一隻大約是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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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色要多一點 60,藍色 一隻藍灰色,我們輸了下去 然後選擇這個,我們把它放上去 剛才畫的這兩個,Shift選擇 Ctrl G,或是Cmd G, group 了 選擇這個圈,Cmd 7,或是Ctrl 7,將它 mask 了 然後選擇這條邊,我們先入圖 30,30,30,30 黑一點 藍可以多一點 稍微偏藍,40,30,30 這個現在看不到,因為它還未夠深色 現在我們將Brand Mode轉回Multipy 可以再拿大一點 好,讓它的暗位再多一點 接著就選擇我們的Mask 用A鍵選擇的Mask 記得 那我只選擇這個圈 在那邊,我們加一條淺色的邊 就點25 point OK,zoom out 我們可以移正的位置 大約是這裡 好,zoom out先 然後做中間的直眼 中間這個位置,Click option,Click 我們大約要一個6 point的圓形 好,然後可以把它變成6 point 好 OK 這個圓形呢 Sorry 我先試一下這個 沒有邊的 顏色呢 都是一隻漸變來的 先拔走這個 把Opacity轉回100 我們就要兩隻 四色黑 在頭尾的 都是四色黑 跟手就把它夾到中間 然後呢 在頭尾呢 就加一隻 深藍色 就大約是這樣 176 51個黑 我們就可以按個Gradient Editor 把它夾回來 把中間這個 有一個反光位在這裡 可能這兩個藍色 可以再淺多一點點 眉眼望會比較清楚 我們可以zoom out 看看我們的眼睛 鏡頭呢 就有一個小的反光位在這裡 跟著呢 我們就還要加多幾樣東西 去個Appearance Panel 選擇這個 我們就 凋避旗 加多一層Field 那這層Field 都是漸變來的 拔走它 我們要一隻 藍色的半透明正面 我們switch了這隻Color 頭是100%的 尾呢 我pessage有 我們給它淡一點點 吃下去 把它move過來這邊 讓它有個highlight位 就把它的透明性 轉去Screen 或者是Color Doge Soft Light Screen 就Screen 多了個Spot 喜歡 喜歡 就可以把這隻藍色 再調淺一點 我們就做了個Spot 然後呢 就去 Appearance Panel 選擇下面這一層 我們加個 Style Lines 裡面的Drop Shadow 下去 preview一下 我們以那個lighten 把它變成lighten 我剛剛已經set好了 那麼 大約是25% Opacity 所以 offset 就要0.25px Bird 0.1px 是一隻淡灰色 這樣就做回這個光位 Bristol 那一次 那麼そ 鏡頭就多了一個光位 接下來 最後一步我們再加兩 少少知道 所以我們就 按下去做一个大约这样的形状 接着我们按 S 键 For scale 按着 Option 和 Shift 键 在里面缩细一点 选择这两个之后我们按 Shift M 接着我们按 Option 键 或者 Autorate 键 你看到这个Mouse 变了减好的 选择中间这个 这样就剪掉这个形状出来了 接着我们就用灰色 把它变成 Multipli 对不起 再淡灰色一点 那我们的眼睛就完成了 接着我们做了喇叭就完成了 我们的 iPhone 完成了 好了 最后就弄了耳朵 那耳朵位和眼睛外面的技巧是一样的 所以我就不慢慢做了 那我们就完成了 那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Mask 就Mask 这些东西 我们就做了里面的线 那我们就完成了 按这个键 这个 Line 2 斜线 按着 Shift 键 Shift 键 比较长一点的 一 point 左右 那是一只浅灰色 那大约是30%灰色 我们就按着 Option 键 用黑箭掌 拉过一点 一路 Command D 或者 Control D 如果是Window 的话 做长一点都不要紧 接着就 select 这一堆 然后按 O 键 然后按 O 键 Shift 拉过来 Sorry Shift Option 拉过来 这样就做一堆 这两个 固定 接着就放在后面 接着就要做个Mask A 键 就画好里面的这条边 接着就有个技巧 我们去 Extribute 我们可以怎么 copy 这个 其实呢 在 AR 里 Extribute 这里有个按键 一按之后 就多中间这一点 call 这一点 之后就可以整个选择 全部选择 我们按 Copy 键 把这些 paste 好在位置 接着我们就 Command F paste 了这个形状 在前面 选择这两个 Command 7 或者 Control 7 接着就去里面 它里面就是一只 黑色 这样我们的iPhone就完成了 很接近 我们还要再做多一件事 我们刚才就 Copy 了这个形状 我们 Double Kick 进去 去到形状里面 再加 Double Kick Cmd F paste 了在上面 我们先填白色给它 接着就去 Filter Styleize Inner Glow 我们准备一只 黑色 进去 开一个 Preview 大约两点左右 那我们就在黑边 按 OK 接着就去 Transparency 将它变成 Multi Cmd F Double Kick 出回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再加到 再加到 Inner Glow 这样 最后一步 Select 了 这两个形状 Cut 它 接着我们不要锁了 这些东西 接着就Select 这个Mars 我们就按Cmd B 或者Ctrl B 将它Paste 到这一层下面 OK 那我们整个 AI 或AI的教学 就已经做完了 那如果有什么问题 就欢迎去我们的网站 或者去我们的Facebook 留言告诉我们 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 OK 拜拜